这一题是类似的,你会看到它是常常翻炒这题目 我们也试试一下 例如,这次的Volium Volium是上底加下底乘高随二 这个就是梯形的面积 还要乘高的 所以记住,当你每次问到体积的时候 记住,其实都是离不开底面积乘高 其实讲来讲去,为什么要拆出来?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底 但你永远记住,底面积乘高 就是一个Volium 但留意一下,有时候追体的话 记得脱衣 你会发现,为什么没有人解释 为什么追体要脱衣 没有人会解释,为什么追体要脱衣 你会发现今晚以来 因为如果要解释,为什么追体要脱衣 你要用到M2或M1的积分 所以实际上来讲,就不容易解释到 但如果你上网看的时候 他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图像 就是他会整个图案出来 然后展示给你看 究竟为什么要脱衣 虽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证明 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给你看到为什么追体要脱衣 就是这样 我们先回来这一题 我们讲回体积的话 就是底面积成高 例如今天我们捉住这个做底 我们捉住这个做底 这个是底的时候 应该这个就是高 所以先说 底面积 上底加下底 但是下底不懂得计 OK 不要紧的 如果斩开这里的时候 这个是4 这个是5 所以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不示定理来计 就是13的square-5的square 再开方 就是12 所以底面积就是上底加下底 然后乘高 除2 这个是底面积 那就乘高 是6 因为今天不是追体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用除3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20乘5 除2乘6 答案就是300 所以就是C